然後現在就是三大神經 然後在調查的時候也發現 有很多外國還有一些日本人 就是會在就是這區域 在廟場裡拍照 不過其實指廟現在不是在我們經紀裡面 但是他其實在以前的時候 就是經紀證書他其實蠻滿濃過 而且他也有遙境的 他在每年10月的時候也有遙境的活動 然後可是他現在呢 因為旁邊的兩個地呢 其實是被他以前的那個徒弟還是分居 所以他有一個特別形象 就是他的店家是就是朝外 然後裡面是被封閉式的 然後現在就是你講說 他以為還是有法律多分 因為淡奶壞地雖然是屬於清水50秒 但是他們沒有就是那時候沒有寫什麼單據啊 然後也要不出來 所以呢就是 然後是他是現在是有空壁 然後跟其他小壁這樣子 然後就是鴻甲居民啊 就是先買台啊 其實他很多就是依靠著龍山寺啊 跟龍山寺這個 所以他其實也有寺廟 然後還有一些圖法 瑪士跟就是西藏皇廟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其實在以前台灣社會呢 就是以每個自己各家的家廟啊 開始然後到居廟 然後整個就是帶動社區的繁華 然後還有社區的那個精神團結 所以在這一區呢 因為是也是屬於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也發現這個現象就是很多那種寺廟 他就就是一家一間店 然後就是這樣一間廟這樣子 然後就是其實也是算那個 就是台灣老舊地區的一個特色 然後我們我目前的訪談進度 因為我們被排了 要訪談兩個里長 然後我們昨天是訪談 布林裡的里長 然後明天是訪談 布林裡的里長 然後我們在布林裡的里長呢 我們有做了他 我們的訪談內容的歸納 在龍山寺就是目前呢 常態性的民俗活動 我們是每年都有的呢 目前就是有這些 我們後期末的時候會再一一介紹 然後剛剛有說呢 就是自從那個蒙甲教會 該 在這個馬街在這邊蓋了之後呢 就出了兩個 兩個臺北市的市長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這個 這個教會有那個地理人節的功能 然後當地就 就是把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就可以在這個地方生存 生存 就有融入到當地的生活 然後在清朝巷呢 是因為古代呢 醫藥不發達 所以他們家裡會掛一個 那種藥包 或者是就直接到廟裡去拜拜 然後就廣歸問說 還需要怎麼藥 然後他們就會去清朝巷那邊 自己抓藥回來接這樣子 所以就是清朝巷它興盛的原因 然後佛巨階因為現在 現在就是大家都不太 理長是說 現代人不太有這種佛教的行為 所以不太有人會去買這些佛巨 所以它現在就會比較沒落 然後還有就是廣州街十五號的地方是 現在是八十五部西 然後它是以前的五秒宣 所以它是一個 你覺得什麼 古蹟 它是一個 真的一看的古蹟 然後在謝宅 謝宅的介紹 就是 理長是說謝宅 然後後來 他的兒女呢 因為交不出遺產 所以遺產所以有八千萬元 他們不太想繳這個遺產 所以他們覺得他有負擔不起 所以他們就交給 就是想要贈予給文件會 這樣他們就不用講那些遺產稅 可是後來文件會 又因為一些問題 所以就荒廢在那邊 然後已經辭職了 在理民的休閒活動呢 我們有問理長 理長是說他們早上會有一些 晨跑啊 或者是打開集圈啊 那分的活動地也是在老中活小 或者是會跑遠一點到清田公園或植物園去 然後清山公就是祖師爺廟那邊呢 因為他的 他的攤販在早期是用租的 承租的方式跟他們做 可是後來他們並沒有簽契約 所以後來他們那些占用的攤販 就覺得說 我以前都在拿 所以我現在也在拿 所以他的租金以前繳兩千塊 現在也是說我就繳兩千塊就好了 然後漲租金要趕好他們也沒有幼稅 所以現在都變成一個當地的一個問題 然後他們就醫的話就是會到 因為附近就是有三間醫院 就是人進醫院 合理醫院和腿醫院跟院 就是他們大部分都是在那邊就醫 然後市場的發展 他們最早就是那個船 貨船進入合之後到這邊 所以後來會變成在地的市場這樣子 然後我們問一下老中國祥的特色是什麼 他就說當地的那個學生的黨籍約會還蠻用的 沒有 問一下就是當地會有什麼問題 就造成他們困擾問題 他們說紅角山說就是遊民留意和攤販 尤其是那個西昌街24小時左右留意的問題 還有就是他們 他們的路邊有些攤販 其實是就是他們偷偷到當地的一些住家去偷取他們的一些物品 然後就直接在那個地攤上面販賣到 賣得很便宜 那些其實都是偷來 然後他們也知道 然後他們其實也很困擾 然後那個妖... 萬華的特色 禮長覺得萬華的特色就是人情為重 然後租金便宜 然後他們是因為在地位 在地的人情的關係 所以才不想要辦理著 他特別強調經理 然後最後我們把我們問禮長 禮長所做的結論論就是 淡水河要清 萬華要清 因為他覺得 他也覺得說萬華就是跟水的發展有息息相關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夜市呢 他這裡的夜市他在晚上會照屋 在用在倒落兩堂 然後他們都沒有辦法經過這樣 然後他覺得那個攤販是一個 不是符合大家的公共利益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那個夜市就比較談判 這是禮長的意見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慈善團體會在龍山寺前面發便宰 或者是發紅包給幽靈 他除了是創世基金會啊 或者是那個艾艾苑和龍山寺 他們這三個就是 是在各個節日的時候才會發 然後平常的話是會有一些自以為是善心人士的在現場發 對 然後禮長的意見是覺得說 他們這樣子發放 就是隨意的發放會造成遊民 就是有那種懇怨 然後外縣市的遊民也會來這邊 然後他是覺得說 那就不要發了 那遊民就不會來 那這是我們的今天的解放 這組的特色就是你們的觀察 雖然還沒完全做完 但是你有計畫做這些觀察 從學校、學生的放學到菜市場、夜市等等 那我覺得這點是蠻好的 尤其是有連接到我們後面所有的生活 其實一般常鄰的生活的部分 那我希望說這個部分你們在觀察的時候 經常有照片 可能還有一些動態的設理 所以你們的相機啊 相機不是也可以拍嗎 或是手機拍一段的Clip下來 看一下流動的狀態 因為我們照片可能只能看到定格 但是如果你們有些流動的狀態的話 那會更好 那這個部分我想是你們這個地方 那你們其中提到了一些建築物 像那種卸宅 這些有沒有被列成律史建築物 制定五紀 制定五紀 那還有其他的有沒有 因為他有些是不是因為法律上的規定 讓他們 好像 我猜也不適 我猜也不適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如果說有些已經被指定成 勢力五紀或是歷史建築物等等 他們是有一些 就是更新的困難等等 所以如果能夠在經營部的學了解的話 那會更好 那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我希望你們其他的 部分一些介紹 你後面有很多訪問的 訪談的那個內容 那如果能夠配合照片 或是你們後面再補上去 因為我想你們應該是先訪談 然後你們可能會再去現地去看 再去補上地圖跟照片的話 那你這個就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報告 那個第二組有一個很好的 每一組很好的地方 那各組也被參考的就是 訪談的時間 地點 人員的分工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的國際工作坊 六月份 七月份的 其實能夠操作時間那麼多 那一組裡面像您的什麼 這麼多的 七個 這個 一組大概都是四個以上 然後到七個左右 那怎麼樣在 時間有限的狀況下 人員也有限 那 調查的地方 平日、假日、早、中、晚 甚至半夜 他都有不同需要觀察的東西 所以怎麼樣 在各組之內進行這樣的分工 各組可能可以參考一下他們追逐的方式 把時間、地點 還有人員的分工都做一個安排 那最後東西彙准回來的時候 有系統的整理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留意式的報告 那對於場所 那對於場所的不同時間的變化 還有他精神的發現 就會比較能夠呈現出來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第二個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訪談的後面東西 那些圖片上的變化的呈現 特別是我們剛剛訪談的很多地方 防禦里長 他提出來很多地方的一些東西 那我這邊也給大家一個建議 每一組都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這幾天做完之後的場所 我們借定出來的重要場所 他的場所精神的分析 你能不能 比如說你的橫軸 你的橫軸用不同的場所 你的縱軸用不同的時間點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每一個階段 這個重要場所 他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由這樣的錶 來去抓他的場所精神的變化 能不能抓得到 應該能夠想像個畫面嗎 你們現在在聽或在看東西 都很強調有畫面 我剛才講的那個錶 有沒有那個畫面 應該有了 所以以前到現在 不同時間點的 每一個重要場所 每一個時間點的變化 再由這個角度去抓他的精神 他的變化 他就會出來 像有敏的 以前在哪裡 以前有敏自己在哪裡 現在又在哪裡 那因為有哪些行為 比如說有剛才講的 愛怨 或是一些自以為大善人的人 來這邊發東西 又在哪裡發 所以他有敏在空間上的分布 就會不一樣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把 把每一個場所 每一個精神深度的挖掘下去 所以這樣出來的話 你們分析出來的東西就會更具體 也更能夠抓得到 場所精神的一些變化的內容 所以街主基本上 在場所的發掘 跟這種技能上 有更系統的整理出來 但是還需要更深入的地方 我當然也把那樣的方式 提供給大家敏考看看 那你們有沒有需要回憶的地方 或者是覺得這幾天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剛剛沒有來得及講 請試試看 請 加上 請 試試看 我刚提到的方式是说 也许你们有七个人 那我们也许找了十个很重要的 key place